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Vlog 我是鮑伯 我是偉恩 耶 東橋這次難得的出外景啦 我們這次來到了香根 這次的旅程實在是太豐富了 所以我們決定把它分成兩集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天 颱風天的香根 這裡是御殿茶 今天有沒有特別想要買什麼東西 對啦 想要買時間 我想要買咖啡 還有訂閱書 我想要買這兩個東西 買不到 買不到 來,御殿堂購物的戰略品是什麼呢 兩把雨傘 因為外面下雨了 我們沒有帶雨傘 好可憐 而且雨傘放車上 所以在有時候我們帶了兩隻傘行動 我們竟然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刻 在行車場旁邊 真正的埋到了 不只是兩隻雨傘 看到喔 越來越大囉 喔 颱風來囉 這次 下雨天 流客天 天流 我不流啦 雨傘 雨中的香根 抵達 早飯吃吧 為什麼這次東小 Vlog 應要在颱風天來香根呢 因為我們飯店跟車都訂好了 那如果事前就是不去的話要賠款 那還不如就來一下對不對 對 這我們也沒辦法決定了 我們終於找到中餐可以吃啦 這家就什麼名字 這家就是專門買豆腐料理的直擊 這邊的料理是以豆腐為主 那這邊的黃豆都是當地的好山好水都培育出來的 烤糖真的好鮮喔 好好吃 喔 吃飽囉 兩根糖本 晃 晃 晃 這到底是不是鐵蛋呢 買買看吧 好啦 就讓我生鮮四足來吃一口吧 好啦 一樣是一個阿婆賣的鐵蛋 所以是阿婆鐵蛋 這是鐵蛋 喔 蠻好吃的蠻好吃的 說實在話 我們今天的運氣算是蠻好的 對 因為我們雖然今天是颱風天 但是呢 不想要下雨的時候就剛好沒下雨 然後一拍完就下大雨 也算是另類的好運 現在跟湯本拍完了 我們現在要買神奈川的特產晚上開箱用 這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買一下吧 好啦 該買的都買了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了 剛才是喜歡的溫泉飯店 我們到今天住宿路飯店啦 南風光 今天溫泉飯店的那個小姐超熱情 剛剛直接衝到那個車子旁邊 幫我們撐傘 而且呢 一進來這邊還有一個超級可愛的吉祥物 哇 感覺有些許的奢華感 就很日式的那種溫泉旅館的感覺 對啊 好久沒住這種 溫泉旅館room tour 我們今天被升級到這個溫泉旅館 真的是超大 首先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邊一個 超級大的合室的榻榻米 因為這個應該是雙人房的規格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榻榻米 有沒有 超級大的這 可以在上面 漫步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卧室 登登 卧室的部分呢 竟然是雙人床 我跟Bob是一人睡一間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雙人床 然後 因為我們原本訂的是 一人一個單人房 分開睡 但是呢 因為颱風的關係嘛 所以呢 我們就自動升等回雙人房 真的是 完全的大賺到 賺翻啦 我們今天裡面免不了 當然會有今天的浴衣囉 現在到了地下一樓 然後走廊的盡頭就是我們 等一下要來吃的 拉麵去囉 這邊超大 然後居然只有一個廚師 然後跟我們兩個不可以 說出來的話我剛剛期待真的沒有很高 但是呢 哇這面一來 聞到這個味道 感覺真的超好吃 好吃耶 就是很 喔 不是蓋的 湯頭 清淡但是 蠻有蠻有味道 吃一下麵 我覺得以溫泉旅館來講 完全說過我的運 好吃 今天雖然遇到颱風 但是也算是因果得福啦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人 然後我們就是拍攝完的時候才開始下雨 所以我們剛剛不管是去泡澡 或者吃飯的時候 都是兩個人獨享的 超級VVIP的待遇 真的喔 我是維恩 我是包伯 那就要明天見囉 掰掰 ыхissions relaxation 打掉 Joey 好 在這時 鍵 G G G 感谢观看